各位总统领导,让我们永远忘记 有些事情比在力量更重要 是你们的民族 美国总统拜登24日登上联合国大会 发表总统任内最后一次连大演说 不忘强调人民最重要 线上响起热烈掌声 话锋一转,拜登盘点全球危机 重申美国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反击南海军事胁迫 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与伙伴关系 台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被捕捉到皱眉表情 而针对俄乌战争和中东情势 拜登再度表达力挺乌克兰 同时呼吁外交途径 结束以下战争及以离冲突 拜登说话同时扩大音量还敲桌 泽伦斯基、以色列、黎巴嫩代表都专注聆听 与此同时 居其外长也在联大场边会晤 发布声明 表达对乌克兰、印太、中东、利比亚、苏丹 海地等局势的立场 其中包括挺台参与国际组织 而拜登本周形成满党 这是他最后一次登上全球舞台 谈话领导人关注世界正处于转折点 做出的决策攸关几十年的未来 他将于明年1月卸任 三立新闻全片报道